什麼東西 不是這樣吧 我才剛一上線怎麼就有人要射我 是在哭喔 好 各位觀眾 我們這一集是 哇賽 這一集是一直被人家狙擊的一集喔 現在接到我呢 是1.6版本的這一棒喔 你為什麼要自己在那邊暈頭轉向 哇賽 我剛踏入這一塊領地 我現在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們先進來家裡躲避一下 應該會有一些防具之類的吧 這裡下來一樓 這應該是家裡啦 是不是這個 哇賽 有有有裝備 全身先穿個鐵裝 你們不要懷疑 1.6的時候好像還沒有skin 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這個啟動器是用我之前拍100天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有skin的話他自己就變了 不能用skin沒有關係 我們就認真地來看一下怎麼玩 而且跑步按鈕是不是沒有 我要往前點兩下才能跑步喔 哇賽 我這個好像才第七棒而已耶 我們前面六棒做了這麼多東西嗎 來 我們這個版本是1.6.1喔 那沒有1.6最基本的1.6版本就是從1.1開始的喔 所以我們這次的更新呢 可以把我們的小麥變成乾炒捆喔 乾炒捆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的出來喔 欸 乾炒捆 沒有辦法變回小麥 天哪 我剛剛想說我要弄個麵包來吃 現在 好喔 還是可以直接吃 吃吃看 喔 他直接放下來 我想你們也看出來了 這個後面的某一棒就可以把它解除了喔 所以也不是我現在要解除的先不理他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人到底做了什麼東西好不好 有沒有一個制高點啊 我去拿泥土好了 拿一個沙子 沙子比較好 沙子還叫Sand喔 國際化的遊戲喔 我想要好好的眺望一下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 雖然我們上一半是有寫說我們做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 有討論過 但他也沒有給我什麼任務耶 就是照自己想玩的玩下去 哇塞那邊有苦力怕在那個上面應該不是故意做的吧 我記得到我這個版本才有 哇塞 到我這個版本才有 算神喔 這有辦法回收嗎 可以耶 從以前就可以 火把回收法了 還不錯 而且你們看到我剛剛保持度沒有滿喔 他下面的血量一樣會恢復 這是以前的特性 後來就沒有了 這也是我之前拍過那個 強制更新一百天的時候 所領悟到的 結果這一次剛好這一次的極限生存 跟我那時候玩的好像一樣 所以我對這個版本也是稍微有點印象的 來看一下 遠處還有迷霧喔 這個時候 他們蓋了好多建築喔 這些人真的是 來參加的人 每一個建築實力都是非常的厲害喔 那我本來想說 可不可以來幫他們改造一下 你看那個房子蓋成這樣子 還需要改造什麼 算了 像我們這種 不管做什麼 都沒辦法超越他們了 我們就不要來獻醜了 那我也已經想好我這集要做什麼了 我這集要做的 絕對不會輸他們的超巨大建築 首先我們先把全部的 這個 Dirt 算了 全部拿出來 來這邊他們種很多小麥喔 順便幫他們收成一下 因為我剛剛在找食物的時候發現 好像食物沒有很多嗎 不用擔心 因為快餓死的是我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OK 把看得到的小麥呢 全部都變成種子了 那他這次因為是沒有限時間的喔 所以我就想要 慢慢做一些東西 你們看前面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海喔 這邊還有人做了一艘船 沒事 我等一下就讓這一艘船呢 不是在海上喔 沒錯各位 就跟封面看到的一樣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超大的麥田喔 我們就把拿到的泥土呢 開始鋪 這時候可以速疊嗎 我來看一下 以前的版本好不好速疊 來 喔還可以 我們就這樣慢慢的一直鋪過去 那我相信大家就很好奇 各位跟你沒事來做一個超大的麥田要做什麼 我先來跟各位分析一下這個版本到底新增了一些什麼 他有新增 馬跟我們最愛的驢子喔 但我不知道他們的地圖探了多遠 有可能跑了非常遠 所以如果我要找到驢子或是馬的話 可能要走很遠的地方才可以把他帶回來 而且重點是就算我找到他們了 我也帶不回來喔 我們沒有酸神 酸神是這個版本才出來的 還是其實我們裡面有 史萊姆球 我等一下去找看看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要找到馬鞍 馬鞍好像也是這附近的版本才開始 可以從地獄堡壘之類的 從裡面才可以開始拿到喔 所以應該是沒有人拿到 所以我絕對沒辦法帶我的驢子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找驢子的部分呢 給後面的人去做吧 應該會有人完成我的遺願的 1.6版本呢 其實沒有更新太多的東西喔 連命名牌都在這個版本才開始出來的 那我覺得很不妙喔 就是我的泥土好像只夠鋪這些 我還要再去挖 等一下你們是 為什麼他可以飛那麼遠 我擊退2 我擊退你 看來我們要鋪完這一面糊 需要一點時間喔 然後你們的弓箭飛到我身上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喔 沒有泥土了 完全沒有了 好吧 欸 不知道有沒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做 這裡有礦物的嗎 這個嗎 哇賽 你們有這麼多鑽石 這一組鑽石呢 一定可以把全身上家的鑽石裝都做完 所以我們 直接再做兩把鑽石鏟喔 我們就開鏟 然後為什麼我沒有看到床啊 來來來 現在可以做出橘色的床了嗎 1.6版本 來 黃的 紅的 染在一起變橘的 1.6就可以了 橘色的耶 欸等一下 我記得以前的版本 好像用 白色的羊毛 才可以做床 喔沒有沒有 喔喔喔 是都可以做床 只是做出來永遠都是紅色的床屑喔 那 這個 染料 呃 嗯 在這裡 紀念一下 趕快睡一下 煩死了一堆怪物 前面那邊有一個泥土山喔 我們把那邊泥土全挖了 然後把它拿來舔這座湖 好像有機會喔 欸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原始的山了喔 雖然我們後面的版本一樣會有這種飄浮在空中的奇怪狀況喔 但是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礦物什麼銅礦啦 鐵礦 甚至有裸露的黃金都可能在外面喔 這個 就是 歷史跟石頭 煤炭跟 好無聊的草地喔 不知道我們把這個鑽石鏟挖爆可以拿到多少的泥土 我們來實測看看 因為現在還看不到這個耐久度喔 欸我記得 好像有一個附魔台咧 我如果去弄個附魔台應該會 好辦事一點 他想到上一幫一軍接給我的時候 我好像有在那個 快速可以知道他做了什麼的一個清單裡面有看到附魔台 只是 我可能認不出來那是哪裡 我現在也不是很想跳出去看喔 因為這個1.6版本你只要 縮小到外面的視窗去 他會直接把你整個遊戲全部變小視窗然後還打不開了 有可能是在這一間裡面喔 因為下面有一個鐵匠鋪喔 喔 哇塞 真的有人一直在附魔喔 這裡 沒有 我剛剛從我們家看啊 這邊有一個很高的地方應該就是這裡了 這個時候應該是沒有水電梯這種東西 所以很有可能是用梯子上去嗎 我覺得不管怎樣喔 我一定都要來看一下 不然我在那邊挖 我真的是挖得快瘋了 喔有一個梯子 果然一定是這裡了 上面有一個經驗塔還有附魔台喔 這時候突然往下看你們腳底會不會發涼呢 哎唷 腳涼涼的喔 因為踩到了綠油巾 OK 我們的等級還滿多的 附上去 喔看不到 隨便啦 怎麼樣都有效率還有絲綢之處 不錯 呃 哇塞 這麼多經驗的嗎 好刷經驗塔咧 來 喔哎唷 嚇我一跳 掉下來可以不要掉那麼大聲嗎 我覺得這樣子下去會很久 這個隨便附了啦 效率2 我來試試看 效率2應該是沒有辦法超暴力的快速挖完啦 但 喔好像好一點 好吧 算了 反正我也附不到效率3 欸 我可以兩個把它打在一起 喔變死了啊 效率2 有了 來把兩把附在一起 很貴嗎 27級 這個咧 38級 換過來咧 32 26 27 好 其實你不想給我付就直接講 不用那麼辛苦 再繼續挖吧 哎唷 我們 把它弄到差不多要美了 剩一點點可以拿到 24組喔 欸還不錯喔 24組不知道我能鋪多少 回去鋪鋪看喔 真不知道我這一集要花多久的時間 看到這邊的朋友呢 我希望你們幫我按個讚喔 你們的讚呢是我繼續鋪下去的動力喔 當然你們看到的時候我已經鋪完了啦 事後鼓勵也不錯吧 喔 全部都 都鋪完了 應該 好像有蠻多的進展了啦 因為 其實水是有到這邊來的喔 再去挖吧 在這麼早的版本呢 突然鋪草地整個 不是很習慣喔 因為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話 我應該到這個時候都還沒有附魔台喔 還附得到絲綢之處 也是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挖掉又變回泥土了喔 不要浪費 各位我發現一個奇聞意識喔 我們 裝水沒聲音 然後把水放下去 居然是方塊的聲音 太好笑了吧 以前怎麼長這樣 但更好笑的是 老哥已經拍了四個小時了 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個山光凸凸的就算了 他旁邊還有很多一些小高地啊 都沒有儀品了 然後這邊 超寬廣的喔 我不知道以前種東西灌溉水的格數 是不是一樣喔 如果一樣就還好 如果不一樣就爆炸了喔 所以我決定 先鏟一條 欸 我做了三個鑽石儲 我又用了六顆鑽石了喔 目前我們鑽石的花費是 123456789 9個 就這樣一直鏟過去 什麼都不用想 就一直這樣鏟喔 不知道三個鑄頭 能不能把全部的草地都除完了喔 這樣子一直除過去 是還蠻療癒的喔 加速看看 突然把這邊全部鏟出來還蠻爽的喔 那最危險的就是我們的小麥種子 我拼死拼火才弄到這些喔 就慢慢種啦 反正有先種就可以先長喔 先長出來就有仙人長喔 有沒有你看 他已經有的在長大了 長大就先收割 收割了我們才可以有更多的小麥種子喔 不然我要發瘋了 而且不瞞各位說 我現在已經拍了五個小時喔 你們不要看我好像沒有做什麼事情 五個小時不開玩笑 我覺得這一集要拍完 可能要拍十個小時喔 因為我還要等他們長大然後來收割喔 呃 只能鋪滿四條 四條還鋪不滿四條半 三條半 但沒有關係喔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水位 全部都確定好 只要這些水位全部確定出來 呃 我也不確定我的小麥會不會長大 我們很拭目以待 喔各位 我把這邊的水全部都 大部分的點都弄好了啦 有一些可能還要再稍微整一下地 因為盡量要讓我們的麥田 就是很壯觀這樣喔 看不到鏡頭 不過真的快看不到鏡頭了 你看我們 退到這邊還沒有到這邊的鏡頭 就已經快要看不到那邊的鏡頭了喔 到時候一定真的是超壯觀 那我們把這邊水位弄好之後 有一些小麥也是成熟了啦 但這樣子收其實是有點麻煩 我覺得不如我去打一些野草 慢慢來弄說不定都比這個快嗎 等一下我在轉場之後 下一次回來應該就是完全完工了 已經要拍到我自己本人的明天去了 我現在已經晚上11點多了 我不是很敢講話太大聲 明天就會見尊章了各位 只是那個等一下耕地的時候 不知道還會再浪費多少的鑽石 那三把鑽石鏟我全部都沒有留住喔 不過還是有剩下一些泥土 我會讓後面的人突然想用泥土找不到喔 加油加油快結束了快結束了 是的客會 經過我們12個小時的努力喔 我們終於把我們的巨大麥田做完了 超狂的喔 完全看不到鏡頭的那種狂欸 一望無際的麥天海喔 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已經有偷偷的去新的版本 用那個光影看過了喔 超級漂亮 你們看到我的封面就是從那邊拍的喔 等一下我再帶你們過去偷瞄一下 首先要跟各位報告的是我總共使用了11隻鋤頭 這是第11隻 所以我們家的鑽石鏟呢 我們總共用了25顆鑽石喔 弄出了這些完全數不清的小麥 啊 你不用想著這些收成會有多少 你看我這邊全部的箱子喔 全部都是小麥喔 超扯的喔 369 12 15 這邊還有一箱16 不過這箱沒有裝滿 剛有拿出來做一些麵包喔 不然我快餓死了 有一些是種子啦 但是剩下的確定至少有 一定有15箱啦 一定有15箱是滿的 非常誇張的麥田喔 邊種邊收喔 直接收那麼多 我相信後面的人完全不需要再輕鬆食物了 直接吃麵包就可以撐到最後一棒 就走過去一望無際的麥田海喔 欸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你們會發現有一些地方 欸怎麼會有沒有小麥的地方 其實呢這是我的一個巧思喔 來來來這個巧思呢 我覺得要開光影比較好看 我直接帶大家去看一下 看到了嗎 各位觀眾 超級美的喔 超級好看的啦 我們現在天色剛好要暗了 等一下可以讓你們看看 我那個插火把的地方到底是什麼 天啊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趕快從這個地方 只要從至高點一看 你們就一目了然喔 那一隻墨魚 兩目了然喔 撩臉喔 各位看著那個夕陽緩緩的沉入海中喔 我的skin也回來了喔 先不要理我 這是哪一個版本 我全部關掉 讓你們一看 我們的小麥田的那個 火把區域 就是這樣喔 2024喔 我突然想到2024 剛好這一個影片出的時候 接近過年也剛好 西元的新年也剛過了 祝大家一個新年快樂2024喔 然後現在天色已經整個慢慢昏暗掉了 你看整個麥田圈裡面只有2024全部看得到喔 超美的啦 還是 我直接把這個當我的緣會生存來拍就好了 那當然因為我現在才第七棒喔 我相信後面的人一定會弄得更漂亮 也祝後面的棒次可以拍攝順利喔 我跳回去我原本的版本看一下 就算沒有光影應該也是不差喔 喔 2024非常的明顯喔 喔好像完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真的完成很大 其實我覺得我不只做12個小時啊 是我的影片理論上錄起來要有12小時 為了等小麥幾乎全部長好了 我也花了蠻多時間在這邊掛機的喔 而且晚上是不會生的喔 因為我火把沒有插好插滿 我一直瘋狂的在睡覺喔 所以已經不到幾個小時了 但我自己看的是蠻滿意的 我相信後面的棒次看到一定也會大吃一驚喔 那最後冠客只想說 想吃麵包嗎 倒可以分解幹操捆的那一個版本再說吧 那這期的收藏發展吧 希望大家喜歡的影片分享給你們 想看想吃麵包 但是又吃不到的後面的棒次的朋友喔 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本來以為會多到數不完喔 結果沒想到其實幹操捆也只能合成出一箱半喔 好